中國有莫木上見,歐洲有小湖上見 為了這兩次突攻,在歐洲有更好的生活 我真是超學了心 今天,告訴你們我為什麼要移民瑞典 和我們一路想悲,出發瑞典吧! 多年前移民到中國,有了貝爾和萊恩 已經是貝爾、萊恩和我,從中國移民到了奧地利 現在,又要三千到瑞典 為什麼又要移民?我們一起看看 我奧地利82平米的公寓,租金午夜飛和水電燈 每月要一千五百多歐 而我在瑞典租了這個 獨棟百花園,兩圈樓的房子 和所有費用,只要一千兩百歐 我在晚上看的圖片就租了 希望視頻之後,我到瑞典時 這個房子不會建公寺 我公寓周圍只有兩三百米 不用捐夠深的指定居於 而瑞典租了3月1號到8月20海外 其他時間在郊區 法律允許不要建公審 夠了可以自由奔跑 是不是很夠新華? 未來這兩個夠啊,我就拼了 決定移民瑞典 然後就開始準備移民材料 同時,我還還了吃 還成了未來的一體五體 撕下後,我就不行了 太遲能了 更重要的是可以換店 很方便 兩個月間,開始準備搬家 晚上買了部分家具 凌晨5點去二十四章 站位買東西 正式花錢一十雙搬家和餐餐 搬個家深情去皮 寄點點東西去瑞典 十二個箱子 推房間打掃衛生 希望這個乾淨程度 能退回廚房押近 一切就是 總算什麼都弄好了 準備廚房 高月時,媽媽還是哭得不行 我表面鎮定 內心其實也很傷感 在這裡,調整好經濟後 跟我和狗狗一起 專業多個出發瑞典吧 狗狗們錯活錯 旅行吃後備相打 這樣能帶更多行李 狗狗也更舒服 Hey Nomi I am here Navigate me to the nearest Powerswap station Do you want me to navigate NEO Power Swap station D-Reigensburg now? Yes Wow,好期待 紅店 既要安妮小店 智取會最終補置 輸入黃煙棧 Bihicle parked We are parked Preparing Powerswap Please wait I am so excited I am so excited I am so excited Nomi is guiding me through all of this I think it's insane who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just swap the battery The perfect solution for a long trip with an electronic vehicle 全程自動操作 3分鐘就好了 和加油一樣快 換電站 就是電動式的加油燒 真的很省時間 是個小時的直撐 我吃不住下山 半島Radian是否太衝動 但奧地利85平米的功率 55萬歐 對比Radian 15萬歐就能買在花園的房子 還是堅定了我的決定 像是狗狗能在花園裡 自由奔跑 自己過 炸陽中間的 生活圓景 不知不覺 又要換電了 歐洲有50多座換電站 很方便 當然 你們更方便 在中國有2500座換電站 以後還會見更多換電站 到了酒店 今天開了1000公里 很順利 現在我真的要休息 明天坐轉 一早開吃去港口 整個行程類似 總乎能開吃去三亞 帶狗狗必須要訂一個房間 一、兩隻、兩個人和兩隻公 一共200歐元 你們覺得呢 不一定不會吧 坐轉要6個小時 看著路裡漫漫遠去 有一點想哭 遠離家人 就上位置 既害怕 又期待 我已經到了熱點 現在去 不記得放車 我很緊張 我希望放車 和照片 擦得不到 瑞典的自然地貌 是不是很不一樣 希望能在這裡實現 農夫三圈 有一點甜的夢想 在歐洲 建議你們 自駕遊 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風景 我很想指教未來的 Skandinavia海岸 家電風景線 等回到中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 打開中國的 八十多條 家電風景線 有興趣一起打開嗎? 開了兩個半小時 終於到了 哇 我們一起看看 放著怎麼樣 花園好霧道 黃繞 放在了花園 還有燒烤的地方 看一下房子裡面怎麼樣 進來 進來 這裡是大客廳 小壁爐 這裡是廚房 臥室 我們看看二樓 二樓還有兩個用不到的房間 房子中間一百二十平米 你們覺得這個房子怎麼樣 一千兩百歐元 包括所有酸菇 第一次開店池 跨越一千兩百公里 半價 一路黃店還是很順利的 現在我會開始看房 準備買房 也帶個個享受 這裡的大自然 我會不停地 和你們更新的 下一次見 幾乎 我會再見 我會再見